我真是服他,騙得很厲害 現在為了這件事,真是很慘 面對不到家人,面對不到同事 每天都失眠過日子,簡直是萬聖自殺 網上騙案的手法層出不窮 近期又有新型投資騙案 令到一眾投資者跌入無底心談 一個WhatsApp的投資群組標榜有錢齊齊穩 主力推介買賣A股和認救新股 還聲稱賺到錢會拿15%做慈善 他們兩位在Facebook和股票App 無意間見到綠叔陳永樂和港美股雙冠王的廣告 於是就看看有甚麼優質股推介 結果就被人輾轉拉入一個叫做 古有即善之家的投資群組 而另一位L小姐就說 自己是無緣無故被人拉入群組 這個群組由一個叫做王志偉的男人管理 他之後邀請他師傅陳國良加入 聲稱可以幫人解決選股差、炒股難的問題 他除了講股市,還會講講宗教慈善 三個人初時就跟著他們買港股 亦都試過拿到甜頭 然後天時地利,四月中神 港股真的跌到屁股 然後他就說要轉貸 叫我們不如玩一下A股 他說我們要A股現在大陸市場 往那邊方面發展 群組管理員叫成員下載一個叫做AHSG的股票APP 和入錢 初時都是推介買賣一些A股的漲停股 然後就開始叫人轉玩大中交易 大中交易就每天3.3 3.3叫我們買大中交易 我們就在這裡一進去 然後他就會購買一個Number 是他指定的 你看看富途我們買是多少錢 你看看35個多 他這裡富途這裡最低位都要40 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的利益是賺到哪裡 我會很相信他 因為真的有數字看到的 陳國良之後叫他們認救A股新股 還說新股上市之後可以賺到不低過3倍 還願意借錢給他們抽新股 T小姐戶口連利潤有大約40多萬 群組的助理就說陳國良會借多38萬給他 齊頭80萬用來買新股 但之後就不斷催他還錢 還介紹貴里叫他借錢還債 到最後我都覺得有點不對勞 就是匪夷所思 為何不可以將我裡面有錢 為何不還他 一定要我再有錢給你才還呢 那我就停止了 至於Y小姐就因為戶口有超過200萬 不用借錢都可以認救到大量新股 騙徒於是就用另一個藉口來騙錢 說陳國良因為涉嫌惡意操縱股價 被內地的警方扣查 叫他盡快提演 但提演之前就要額外交多40萬的通道費 怎知給了錢之後 提演要求一直顯示審核中 他才發現自己被人騙了 但他們三個損失就達到300萬港幣 可能你會問為何這樣都會相信 我們總結了都是離不開這三招 群組就曾經上了一段 陳國良出席大型戰略合作的簽約儀式 令群組的成員相信他大有來頭 只不過片段的質素差劣 港者不對口型 聲話又不同步 而且會場和佈置 還跟內地一段涉及詐騙的片段一模一樣 今年3月中信證券亦發出通告 說有不法分子偽造資料來詐騙投資者 群組一直標榜賺到錢就做慈善 更加會搞慈善活動 令到成員認為他們是好人 我真是信到他實足這個慈善 真是一個好…真是做善事的 我就將自己是一個好善 我就覺得 賺多些錢將自己擴大強大 可以幫助多些有需要的人 真是很信任 你說什麼 他都偏向你是對的好的 賺到你天上有地下沒有的 他疼得你很開心 即是很合談 好像… 好像… 真是朋友 交到變性的自己 疼得你沒有理由不相信他 最終他們損失慘重 有人還想過輕生 現在為了這件事 真是… 很慘 面對不到家人 面對不到同事 天天都失眠過日子 簡直就是萬聖自殺 其實有時真是一死了之 但放不下女兒 放不下家人 都有人… 很希望… 很希望 建神真是… 用心幫助一下 我們做緊 我們幫我們追回 多少回來安慰一下 我們就事件向陸叔陳永錄查詢 他說已經就事件報警 他強調他個人 並沒有任何社交媒體帳戶 短訊群組也都只限工作 或者朋友約吃飯 也都沒有開股票的群組 唯一的Facebook官方帳戶 是電台節目人身交叉盤 他呼籲市民要提高警覺